終於找小玉來拍片 這我一輩子沒想到過的事 我原本以為小玉再也不會出來在鏡頭前 小玉 對 小玉在哪 小玉在哪 沒有面對鏡頭 你有什麼感覺 等一下我看一下你很恐怖搞一些 沒錯 自從小玉之間發生後 就有人三不五十六不一百的 一直傳小玉的梗圖給我 對 他可能想要嘲諷我 我也是 所以呢 我就把你們所有傳給我的梗圖 全部把它收集起來了 等一下 所以你這五年就是在搞這種事情 對啊 不然我怎麼做到現在有九十幾萬訂閱呢 然後我找了真的小玉來陪我一起看 大家好我是小玉 喔大家好我是小玉 我幹 然後就沒聽到他說了 你知道我跟那些在網路上 薅小玉流量的人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倒的到真人 你這五年來都只對這個鏡頭 我每一出去現在都是八到十個鏡頭 那你比我還熟練耶 但是我沒錢賺還要賠七百萬 因為那東西還會被停掉 對啊 那我就直接開始了 小玉也逃玉了 聰明了你 能幫小玉抓到逃跑的小玉嗎 我還能幫小玉 我還能幫小玉 你還能幫小玉 我還能幫小玉 你還能幫小玉 你還要幫小玉 你抓到了 哇 人生沒在做那麼好 欸這人要不要一起口癮 我覺得有點難過耶 好想要能夠在一個正常的情況下 我們三個一起在鏡頭面前幹話 喂 你要一起看這影片嗎 可是我已經看過很多遍了 那這部片就是我的影片 我當然看過很多遍了 呵呵呵呵 對你一定確保 每一個環節都沒有問題在上傳 呵呵呵呵 這個影片其實是他提議要做的耶 是他提議要做的喔 我本來就不想做這種 可是他就一直說 就最後了 你不利用一下這波 確實耶 你跟卡茲亞嗎 這個是我 這果然很早以前的 這個我們之前看過 我覺得分不出來是影尼影片的聲音 還是你的聲音 我這真的同樣 我這真的同處黨啦 後面 後面 喔好厲害喔 他屁的好厲害好像喔 有一點像 雖然我沒有支持啦 但是因為我家一直有 就是 我朋友一直宣傳同處黨 好了啦 不要讓我在看你的影片的時候 一直在那邊宣傳同處黨啦 因為我很怕記者會抄我這個影片 不是不是 昨天昨天昨天幫我 昨天昨天那個 所以我一直說 中國與台灣怎麼了 不是 我八點要工商 我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要F一個警察 在那個台北的那個地間的路 那個時候是這樣 他就說 欸你們先等一下 然後他在一個轉角 然後你就要在那邊立也對 然後他先幫你出去 然後一般來說 犯人是可以有權利說 我不要漏那個東西 然後那個人就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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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說 蛤你們才會看到我 我當下的手就這樣轉 因為我腳要拉起來 所以那一段路是 他們是真的為了給媒體拍座出來 對那一幕就是要 喔所以你們所有在警局 看到犯人被抓捕的畫面 都是記者要求C警拍的 他都一定要走一段路不是嗎 都一定要 你等一下又回去看那些示範案件 都一定有走一段路 就是特別給人拍的 這樣子 喔就為了要上新聞的是不是 就是要對決 小玉奢華老闆 跟TOYS平價老闆 他媽是差35塊而已 你進去後你再告訴我說 你沒有這個 沒有就真的還好 豆漿 然後肉松配那個 泡麵 欸我真的發現那三個 都經過看守我做什麼 沒有 欸你沒有給我多少看 欸你有沒有看到我做這個嗎 欸你有沒有看到我做這個嗎 經典名言欸 對 如果當初沒有講這句話 現在就不會做實況了 不然就你今天也拍了嘛 對不對 還太趁了嘛 對啊 各300 哈哈哈 你知道為什麼他說350這個數字嗎 喔 因為法院判他的犯罪所得 還要再繳700萬 喔所以他還要再繳出700萬 然後我們要各幫他繳完這個錢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反應影片 對 那我沒有聽到 我們繼續吧 你有沒有曾經想過 你講那個社會亂言 有一天就要變真實 我好像沒說過那一段故事齁 就你被抓到前一件事 小玉突然打電話過來 跟我說他被抓了 然後我就一臉懵說什麼鬼東西 我想說晚上9點我要去哪裡請律師 然後我還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東西要怎麼搞 最終我還是請到一個 然後他去跟 抱我還有羅倫說這件事情 本來沒有想要跟他們說 就只因我被拘留啦 對啊 那時候我沒有想要跟他們說 我是過了大概三四個小時 然後羅倫就看我就是 心情很差 然後就跟他稍微說了一下這件事 所以說只因我做錯事了 唉 只因你太沒 哈哈哈 他兩次也太沒接到 欸那其實我接到電話超難過的 那時候我以為你在拍prank影片 蛤?你在拍片嗎 因為通常我們拍片的話 然後我就會問他說 欸我怎樣的情緒你會比較好減 然後結果 沒有真的被抓了 然後 對 那個保證金的事可以講嗎 就是他不是突然要被保持的話 要繳一大筆錢 然後那時候你問我有沒有 然後我看一下我戶頭 幹我怎麼只剩五萬塊 哈哈哈 有那件事嗎 有啊那時候我戶頭是沒錢啊 我還是說欸我要不要跟我家人講一下 因為他那時候出事的時候 是我直播還沒有起來 然後是我最窮的時候 然後他突然跟我講那件事 然後突然要湊錢那個 噢乾 欸那是我跟你借嗎 不是是笑笑 那時候最麻煩的是那時候晚上凌晨欸 然後凌晨要湊現金五十萬欸 剛剛也稍微殺小喔 五十萬我要怎麼在銀行關掉的情況下 拿出五十萬的現金 我還一直站在那個ATM上面前面領錢 一直領喔 而且我要領兩間銀行 然後後面一定覺得我在廁所 因為我還是換卡 哈哈哈哈 希望我們的國寶 蹲寶們關 就是放我還在Twitch開來的時候 他幫蝦蝦研究 因為像我都蹲著 所以那是他的觀眾 叫蹲寶 就是被新人挑那個 對 身為原住民的 你知道小玉在哪嗎 身為原住民 哈哈哈哈哈哈 原住民你知道小玉在哪裡嗎 為什麼這是身為原住民 你知道小玉在哪裡嗎 我要問三神是不是 欸這次還挺生日欸 你知道我跟抱我開台過嗎 這是我在講說我每年的生日 反正就是我每次生日都會出一些問題 對 我說我每次生日都會出一些問題 然後今年就是小玉被抓 哈哈哈哈 那今年又出了什麼問題 欸對 所以阿倫你今年生日正常嗎 今年生日就是 生日過後一個月 他就被宣布加成五年星期了 OK 希望哪一天的生日不要在我身上 我跟他一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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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裝 欸這就是 終於有看到一個小玉是拿你的 錢來做梗的影片 哈哈哈哈 馬上就破功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有很多可以搞的事情 你有很多可以搞的事情 你有很多可以搞的事情 有哪一個 你現在只會講我被抓 這是我代表做嗎 對 對 這是他的代表做 我跟小玉也不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跟他有 剛開始在做第一年 我們剛一個業配 因為那時候小玉跟統神有一起拍一個業配 然後那時候他也說 欸統神要來我找我拍 你要不要也過來一下 你可以跟他合照 我說喔好啊我超想 對我想跟統神合照 然後我就趕過去 然後我在計程車 我快到他家差不多五分鐘的時候 他跟我講欸統神先走了 他完全不想理我 張家昂 我跟你講我下次見到統神 我直接打槍在他臉上 我不開玩笑我認真 不是你們都很帥 啊我是被關的 哈哈哈哈 你還是有啊 這照片很像是 西蘭跟我們一起 是共犯結構的感覺 哈哈哈哈 沒有我到現在 我還是不認識他 對啊你沒有認識過啊 欸西蘭還沒有認識 蠻好的 西蘭你有興趣 陳小玉哪一天他可以會見 不是家人的人 欸對西蘭我們可以帶你一起去 帶你見一下台灣的監獄 欸你在其他國家見不到吧 你連比利時的監獄都沒見過對吧 我帶你見一下台灣 哈哈哈哈 欸其實我說真的 我前陣子 應該算是 人生慢慢走上正軌 因為我有一段期間 非常低潮 到你被灌的那段期間 應該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我那個應該要兩個月左右沒有上片吧 你現在好了沒 我去年底的時候本來好了 我還跟羅倫說 我覺得我人生都上軌道 羅倫也覺得他現在上軌道 有一個直覺啦 就感覺說 我們現在這麼順 感覺我大事要來了 結果過了不到一個月 就宣布你要進去五年 他人生就是這樣子啊 你今天會遇到的事情很不好嘛 會遇到的世界上沒有人這麼順 是沒錯啦 但是人生中本來一個很常見的人 突然消失了 你一定會很可慌 你一定很多事情 你會突然無所事從 像有時候我現在 噢幹 好難過 幹你們拍的路邊怎麼不找我 噢 你自己說 最近VTuber的關係 你不想要惹真意 不是啊他媽的 這個不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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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能他出一次 那期頭前 你們可以講啊 欸我們要一起拍個影片 我就去啦 不是因為我覺得這應該是 他人生最後一次 想要出現在YouTube上吧 我也想要在這個moment 不是欸這部片我在拍的時候 我真的拍不下去 小燕哥來我家 我在那邊五分鐘後開拍 然後五分鐘躺在那邊躺一下 好兩分鐘後開拍 然後我在那邊拖了一個小時 我才拍 真的拍不下去 可是你知道他的立場 趕快把他拍掉 反正都最後一次了 不拍白不拍 我會不想啊 幹我也想啊 靠北 我可以把所有事情拍開啊 我不想 但你想啊 他應該要給你拍的 不是他媽他也沒跟我講 幹掉 啊 他就不想把你選進來啊 沒有我沒差喔 這個是最後一次欸 等我一下 我本來很難過啦 但是 我去會客他幾次後 發現好像沒那麼難過 因為我發現他的思議力真的很好 我昨天有去會客他欸 不過我們可以等下再講 我已經幫你小小標題了 就是 東森等下會寫說 放火直播 暴哭 為了小鈺 看到他說了這句話後 崩潰暴哭 但我只有講那些話 會很感動 或是很有感觸的 大概只有我們那一群的人 對 我告訴你 你現在很難過 但當你看到他那一刻 你就不難過了 我知道了 只有我覺得我只是 一直在逃避這件事而已 不要逃避啦 我還殺地耶我 我都沒有怎樣了 然後繼續看好了 給你 因為這個決策怎麼樣 很多是決定 我現在還是會問你啊 但你進去後我就不行了 而且我也不知道 我未來我到底要怎麼做 我會很迷茫 多多三用行動借鑑 我被他聊這些東西 我都覺得他真的是天使的傷人 他可以做出那種鬼群組 他在跟我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都可以一眼就看透這個問題 例如說我在跟他討論一些 關於工作上的問題啊 他都可以一眼就看出來說 我覺得應該現在要怎樣怎樣 喔對阿 他這個直覺蠻準的 雖然他做成功做傷啦 但他做的不是那一個應該要做的傷 對 該面對就面對 反正發生這個事 一路以來兩年多是不是 兩年半 看透很多事情 從很多人關注到沒有人關注 但是沒有人關注後你會發現 你會逐漸變成一個普通人 就像大家一樣 然後你就會變成社會化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成長 雖然比較烈奇 但是還是要有教訓 反正我是活與老人 如果你現在是正在特化什麼 那個犯罪活動 真的是不要 當你真的被抓那一刻 然後到你要宣判付出代價的時候 那個感覺你會覺得 付出代價不是只有你自己 身邊的人都要一起跟你共同承擔 你要痛苦 跟你活25年聽到你說最真誠的一個話 沒有啦只是覺得 其實我最近還是會看一下我以前影片 也是看了就會很像 我知道了 對啊 就我有時候還會想說如果我跳的話 可不可以回到過去的那一段時光 應該說我沒有做得很快 但是至少我們大家都還是開心的 每次做一些爛事啊 我跟放我還是你 對啊 跟那時候比較 網紅時 那也比較原始 沒有像現在這麼 環犬 你會怕說 但是下一個月子就突然要回去 嗯 想說 欸 為什麼沒順你回到過去呢 噢 幹 我怎麼哭得這麼誇張 噢 好像是拍給你看的一樣欸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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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們身邊那一群人 情緒最平靜的就是小魚 欸 這讓我很難過你知道嗎 就是覺得他 不要讓我們擔心 對啊 我覺得是這樣子 但我覺得他這幾年 應該才人生最快樂的時候啦 我說他被抓以後 他沒有再出現在螢幕前 沒有 我覺得他只要在工作上 都會變超病態的 我是還會想說 如果他沒有做網紅會不會 他就不會 要去換你 也有可能 我覺得網紅把它抹出個心理疾病 覺得他個性就是要把所有東西 他在做的那一件事 掉到一百分 然後掉出個偏激 你知道嗎 我還記得有一次他在剪片的時候 他在拔自己頭髮 對啊 你看他那麼淡定 欸 那我很怕就是 看他這樣嘻嘻嘻嘻 很多人會說什麼 他沒回憶怎樣怎樣的 我覺得 就 他 他不是那個意思 我覺得 你們看小魚這件事跟 我看小魚這件事是絕對一百%不一樣的 因為像我的角度就是 因為像我的角度就是 他是我從 國外原本沒有什麼朋友的一個情況下 他是我交到的第一個朋友 我甚至第一個真實見面 然後聊的 不是尊是小魚 我是先見到小魚 才見到尊的 像我印象很深刻 他拍一百萬洗澡的之前啊 我忘記在幹嘛 我們在為TV Asia樓下的星巴克 他就說欸 煩鬼我要拍個題材 我說你要拍什麼 我一百萬洗澡 哇喔 新聞件 你沒有想說這話可好屌喔 沒有 我就都幹 這已經 你這大半導演殺小 你這個不要冒扯進去 你什麼時候要拍那陣子 我不要去你家 哈哈哈哈 小魚齁 他是一個很為他身邊的人著想的人 但是除了他身邊的人以外喔 他都超級冷漠 然後也不關心他這個人 對就是如果你是他認定的好朋友的話 他會給你很真心的建議 可能這也是我那麼難過的原因吧 他是個爛人 但是他是個好哥哥 他是個好朋友 他是個好朋友 你要幹嘛 但是你犯罪之後 所有的 要承受的東西 是你身邊的人陪你一起承受 是你在乎的人陪你一起承受的 像是我 我是一個超級樂觀的人吧 我被嚇人跳 裸罩外流啊那些 我都抱持著一個很樂觀的角度來去回應你們 那我比較好講 我覺得小魚被關這件事 傷害我的程度 比嚇人跳傷害我的程度還要多 而且那個難受還不是單純的 一兩天 一兩個禮拜 是他一直到出來之前 我們都要承受 你想一下他2020年犯罪的2024年審判 然後他被關6年 2030年我們也許對於這件事才解脫 都過了多久 昨天去探問他說 他那個玻璃環很屌欸 真的完全聽不到聲音 那我覺得實況主很適合進去 說得有道理啊 那不然你先去問一下有沒有實況主 喔難怪 誰各位 拖子現在在裡面開直播啊 各位不用擔心 你們也許現在看不到 未來就看到了 就就就就 就就